在遥远的史前时期 震荡这宇宙大穷 一步一步走向它 沉住坏灭最后的时刻 宇宙大穷里 无量众生 正面临着空前的劫难 就在此时 伟大慈悲的主佛 轻身降临 它为挽救无量众生 为保住宇宙大穷 与圆融不灭 它知道 唯有亲自下事正法 但是 到那时刻 也必将有邪恶干扰 他告诉众神 有谁愿随我 抛下神的光环 下事正法 此时众神 却不迟疑 他们清楚 从古 从古至今 一个生命 要想从人间 再返回天国 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是 有一群 有一群 他们走出来 跪于主佛面前 迁下事约 运随主佛 向事正法 在临别前 他们 互相叮咛咛 当正法开始 大法洪传 如有谁 还迷在人中 一定要叫醒他 告诉他回家的路 众神 对于他们的壮举 都流下了 赶佩的泪水 于是 他们辗转来到人间 历尽了千百事的等待 等待那大法洪传的一天 实践他们的誓约 注释正法 终于 大法开船 他们两两相近而来 但是不久 邪恶的魔爪 开始挥舞 大法弟子们 不畏生死 纷纷紧 纷纷紧身而出 他们知道 他们不能倒 因为无数的众生 在等待救度 他们要清醒 因为万古机缘 就在此时 千百事的等待 就在这一刻啊 这个从遥远事前 至今的故事 如今 正轰轰烈烈的 上演着最后一幕 这些伟大的觉者们 他们不愿辜负 主佛的慈悲 他们虽然 悲壮的下来 但是他们相信 他们终将会 神圣而光荣的 委屈